好另外再关心有民众呢 在我是傅里人社群粉丝团贴文发布 内容描述一只饲养多年的柴犬走失了 希望透过一传十十传百民众传播的力量 尽速找到家中的爱犬 果然就有民众在四组po上网之前呢 就先将这只柴犬送到派出所 那么这名傅里乡永丰派出所的所长 就赶紧比对照片 那么一看就是网友找寻的这只柴犬 就迅速赶快联络四组 让施主的悬在心中大石放下了牵挂 可爱呆萌的柴犬模样可爱极了 原本前几天还走失找不到回家的路 有民众在我是傅里人社群粉丝团贴文发布 内容描述一只饲养多年的柴犬走失 希望透过遗传十十传百民众传播的力量 尽速找到家中爱犬 我去那看路应该会看啊 很久的都看不见 真的喔 好啦 那我就先回去囉 好 谢谢喔 好 谢谢喔 好 不会 不会 我女人现在 今天还要回来看这个狗 结果狗不见了 好 我知道喔 你们等一下可能麻烦一下到副理所去跟她说 会 我等一下马上就跟她讲 今天比对该柴犬应该是在有风被发被失货 该一只柴犬 今天联系四组来认领 后来四组陪同四组到该民众家 四组私而负责的心情很感动 四组也很感谢你们的集体协助 果然就有民众在四组po上网讯息前 就先将这只柴犬送到派出所 这名副理乡永丰派出所所长就赶紧比对照片 一看就是网友找寻的柴犬就迅速联络四组 柴犬见到四组兴奋的跑过去 四组健壮开心的抱起来 走失的毛小孩再次跟四组重逢 让民众直呼失而复得的感觉真的非常感动 四组也感谢警方的积极协助 记者高松双夫一箱采访报道